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網站的歷史要怎麼查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有些時候你可能會這樣子 我今天去Google搜尋 可能我在找的時候 找的時候曾經這裡有找過 可是點進去網頁不見 有沒有那個經驗 有嘛齁 就你透過查號碼之後 他說空耗對不對 那如果是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 好沒關係啊 你就繼續往下找嘛 你們都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萬一你要找的就剩在你 別的地方找不到 有兩種方法 有兩種方法 比如說我們 既然在這邊我們找中正大學 好來看一下 這裡是學校的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按過 這裡 這個三角形有按過嗎 沒有 你從來都想說它那麼小就是不想要我按 哈哈哈哈 這裡可以按耶 你可以找類似那種 重點是我們要找叫做夜庫存檔 因為你現在所看到Google搜尋到東西 不見得是即時的 因為它要機器人去搜嘛 對不對 所以它會有一段時間就去 那哪個網站去的頻率多高 跟它的更新頻率有關係 這個網站每天都在更新 它當然就每天來報到 可是有些網站一空緊一趟梯 更新不到一次 那它就1.2年來一次就好了 幹嘛那麼常來 對不對 資源有限嘛 所以你更新頻率越高它越常來 那按一下這個夜庫存檔 萬一你點過去 這個網頁真的它就出現無法瀏覽 因為有些時候有一些新聞事件 可能是爆量 也有可能是不OK的事情 它可能網站就關掉嘛 但是你要臨時要找資料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你看它上面有寫 它說它是5月16號來的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還可以看到一部分的內容 那利用這種方法 可以幫助我們解決的是 剛消失不見的 也就是說不太久了 也許幾天 也許一兩個禮拜 它收訊期還沒有更新 還沒有更新的那一種 順便提一下 因為我以前遇過一個問題 就是 有人的個資 你們有沒有在網路上查過自己的知名度 蔡其他每人都沒有查 因為蔡其他每人會比較多 大部分大家的名字都是有微信 你都沒有查查看你們家的電話 你的姓名 身份字號 有沒有被人家PO出來 我跟你說 我都有小幫手 有時候不小心 很奇怪怎麼會有我的 然後像上次我在新竹 有一個協同教學的學校 他就把我整份那個 有沒有我們填那個 講資資料表 整個放在上面 有電腦 然後收訊期有可能 你的資料也在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他放在去一定一段時間的 收訊台就找到 這樣了解 反正就會有 那如果萬一有這種情情 我部落格也有寫一篇 就是 你必須要先請對方移除 請對方真正把那個資料下架 那麼再請Google Google這邊可以線上提出申請 說那個資料有不OK 請你下架 可是那前提就是 那個網站上的資料 原子資料也要先下來 不然收訊期間還是會找到 這樣了解 如果你找不到對方 那我就比較麻煩 這個 那這個是針對近的 那麼如果比較遠的怎麼辦 這時候你就要看一下 我那篇文章 在這裡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比較久的 你就需要去查 這個網站 這個叫做 在國外的 也是一個類似公益組織 公益組織 那他們家儲存的內容 不只只是網頁喔 他們家儲存的內容 不只是網頁齁 還包括 書、影片、MP3 還有以前你小時候玩過的遊戲 比如說什麼快達旋風啊 什麼之類的 還有照片 他就幫我們 等於說好像在幫全世界 做一個圖書館的紀錄一樣 早期他野心比較大 希望就是收集比較多 可是你可以知道 這樣子 要不要很多資金 你光那些設備啊 什麼要非常多 頻寬啊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後來有把頻率降低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就是網頁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找中正 你們也不知道中正大學 十年前的網頁長什麼樣子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我們先點進去 我們現在網頁是不是長這樣 來 那我把網址複製起來 拿到剛剛那邊 就來這裡 請你把它貼上 按一下 他就開始給你一個日曆 告訴你他什麼時候來過 好出來了 你看 你們忍心看1997年了 他上面有這個 所以他這段時間來的頻率比較高有沒有 206好像比較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最早的好不好 你點一下之後下面在這邊會出現 好你往下走 我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日曆上不一樣的 最早的是1997 那不是香港大縣那一年嗎 這一年10月13號 早上9點10分12秒 這樣你還好意思看嗎 中正大學也有曾經這樣 哈哈哈 以你現在眼光來看 你今天是要照顧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這樣 那時候 我也曾經做過這麼荒唐的網頁 哈哈哈 我跟他說 有些他裡面還有 有沒有還看到 來我用布告欄好了 布告欄 他的公告 你看 當時的曾財公告 你可以現在再去應徵一下 所以我二十幾年前肯定看過 所以我現在再來 哈哈哈 有沒有民國86年 這樣了解了齁 所以有沒有發現以前的資料 知道為什麼 你照片一上網之後就回不來了 你看見過那麼多年 除了還在裡面 我上次去學校上課的時候 介紹這個那種 當時的老師 笑成一團 我搞不清楚是什麼問題 後來才知道 原來 上面 學校網站上有公告 那個 某某老師結婚的事情 結果那個老師在現場 哈哈哈 他才知道 原來學校以前有公告在上面 哈哈哈 現在還不小心看到這樣子 有沒有 很好玩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可以從這個上面 我們就可以去找 找什麼 找以前的資料 老實講啊 現在 你叫學校提供二十幾年前的那個 他也沒辦法提供 對不對 結果這邊有 那 反正其實網頁也是一種 老實講 數位化缺點就是這個 就是你又看不到 不像書 說就是 就是這樣 有的人 還去翻一翻不小心看到 現在就很難 好 所以 過時之後就很難 那 你看二零零四年 這樣應該會早了吧 這一年不知道為什麼 來的頻率這麼高 所以你就找那個 有日期 日期不一樣的 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到了二零零四年之後 中正會變什麼樣子呢 有 都自由改變了 所以網站有改版過 當然 不可否認的 沒有辦法全部東西都看到 因為技術也有更新的 可是至少你可以看到一個 概觀 這樣OK 好 這個是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的 怎麼樣去找網路上的這個 歷史 你比較近的 你可以用庫存頁面比較快 那比較遠的 你就到這個網站 我剛剛講過這個網站 其實除了網頁還有什麼 像快打旋風 有沒有軟體 它上面有模擬器 你還可以直接玩 有一些 不是全部 但是至少 有些軟體的部分 或者是那個 音樂 書 照片 它上面都有幫我們保留